这是一部披着喜剧外衣却感动无数人的电影 这已经是男人第二次结婚 可妻子却一脸哀伤地叮嘱丈夫千万不要比自己先死 丈夫实在难以理解妻子为什么要在大喜的日子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更何况生老病死这种事情谁又能控制得了 光阴如梭 一转眼就快到了两人结婚三周年的日子 可回家却成了丈夫最害怕的事情 原来她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就是在第三个年头结束的 在她心里三年这个数据对于情侣和夫妻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卡 所以她在与现任妻子结婚时就许下约定 如果这段婚姻能持续三年 两人就在结婚纪念日那天好好确认一下是否还想跟彼此过下去 如今纪念日如期而至 可丈夫却无法确定妻子的取留意愿 她真的好担心妻子会不会因为她不够好而选择离开 她在家门口徘徊了很久 当她鼓足勇气打开家门 却发现妻子竟然横死在了客厅里 她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晃动妻子的身体 但始终没能得到任何回应 就在她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 死去的妻子一把抓住了她的脚腕 请客间丈夫被吓得魂飞魄散 看着丈夫搞笑的样子 妻子却留下一个调皮的笑脸 便若无其事地转身走进了厨房 半个小时之后妻子把一份精致的晚餐端到丈夫的面前 接着她又开始肆无忌惮地调侃丈夫刚才被吓到的样子 其实妻子并不是在嘲笑丈夫是个胆小鬼 而是她很开心刚才丈夫们那样地紧张她 看着妻子任性的样子 惊魂未定的丈夫并没有多说什么 第二天清晨丈夫出门上班 妻子竟然一反常态向她索要吻别 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能折腾人 丈夫真的好无奈啊 于是她把妻子装死的事情当成烦恼倾诉给了朋友 结果换来的却是朋友出人意料地恢复 而另一边无聊的妻子在家看了一天的电视 等到晚上八点左右收到丈夫发来的回家报告短信之后 就开始着手准备晚餐 这样丈夫一回家就能吃上热腾腾的土豆炖牛肉 可当上了一天班的丈夫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家门时 看到的却是这样离谱的一幕 从此之后丈夫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妻子的各种花样装死角色 被黑帮仇杀的大姐大 光荣战死沙场的战士 被外星人绑架的地球人 丈夫实在不明白原本文静的妻子为什么突然变成这般疯癫模样 她甚至开始怀疑妻子是不是对她有什么不满 所以才用这种损招故意捉弄报复 为了弄清楚妻子装死的真相 丈夫决定加入妻子的游戏 短短几天下来 丈夫就感觉到实在有点失不休 自己白天上班工作 晚上回家还要陪妻子演戏 丈夫真的感觉身心俱疲 这天与朋友聚餐时 妻子当着众人的面回忆起了当初和丈夫走到一起的原因 丈夫每一次都会把好吃的东西对半分给妻子 而这种对半分并不是平均 丈夫每一次都会把多的那一半分给妻子 正是这种不平均的对半分反而恰到好处温暖了妻子的心 所以妻子才义无反顾地嫁给丈夫 看着妻子满面幸福的样子 丈夫心里对这段婚姻熬不过三年的担忧烟消云散 聚餐结束之后 妻子又莫名其妙地对着夜空感叹月色真美 然而这片刻的美好并没有能换来妻子的安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 她照常用各种角色扮演迎接丈夫回家 可这天丈夫却直接将一张招聘广告塞进了妻子的手里 在她看来 妻子这段时间的奇怪行为就是在家太贤给憋坏了 于是她打算让妻子出门找份工作换换心情 并且用非常压抑的情绪对着妻子说道 面对丈夫的嫌弃 妻子的眼睛里写满了失落 但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在睡觉时对着丈夫冰冷的几倍感叹道 月色真美 面对妻子莫名其妙地感叹丈夫也只是转过身哀声叹气 因为她实在不知道妻子的心理一天到晚究竟在胡思乱想着什么 第二天妻子如丈夫所愿在附近找了一家破旧干洗店开始上班 但她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装死计划 丈夫这才意识到最近妻子的奇怪行为并不是无聊所致 丈夫开始反思 难道是因为自己工作忙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吗 为了哄妻子开心 丈夫下班回家给正在扮演幽灵的妻子带了她最爱吃的蜜瓜蛋糕 妻子把丈夫紧紧搂进了怀里 妻子的那句没有默契让丈夫的心情瞬间降到了冰点 究竟妻子在暗示什么呢 白天在公司揣摩领导的心思 晚上回家还要猜妻子的心情 男人感觉自己的脑子就快要炸了 终于到了周末休假时间 原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 结果妻子又扮演起了奥特曼 丈夫瞬间崩溃 她愤怒地扯下妻子头上的面具 可妻子完全不顾丈夫的感受 又跟丈夫玩起了躲猫猫 忍无可忍的丈夫告诉妻子 就是这样一个奇奇怪怪的女人 却是一个总能在外人面前 给足丈夫面子的嫌弃 朋友眼镜哥夫妇来家里做客这天 妻子为他们准备了一桌子 好吃的饭菜招待 结果藏在沙发后面的鳄鱼道具 被眼尖的眼镜哥发现 眼镜哥的媳妇梅子 对鳄鱼的喜欢 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梅子的行为让眼镜哥感到羞愧难当 因为两人都结婚五年了 眼镜哥竟然从来不知道妻子喜欢鳄鱼 接着两个女人就开始了 对鳄鱼的快乐探讨 但千惠并不知道 其实丈夫邀请眼镜哥来家里做客 是为了劝说他不要再神经兮兮的作怪装死 面对眼镜哥的劝说 妻子委屈到了极点 他心想丈夫怎么能把夫妻之间的秘密告诉外人呢 难道丈夫是真的受够了 跟自己在一起生活了吗 就在这时 同样身为女人的梅子起身 开始向眼镜哥哭诉 原来眼镜哥与梅子结婚五年一致怀不上孩子 因此两人常常闹得不愉快 就在这时千惠提出了跟梅子掰手腕的游戏 只要梅子赢了他就把鳄鱼送给梅子 千惠的这一举动巧妙地化解了尴尬局面 第二天清晨妻子照就到干洗店上班 一进门就看到老板跪在地上的哀伤背影 原来是老板养的一对小鸟死了一只 这一幕让老板想起了自己已故多年的爱人 可生老病死世事无常谁又能奈何呢 看着独居生活孤寡老人悲伤的样子 千惠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化成熊猫的样子 站在了老板的身后 接着老人用手绢轻轻地擦去千惠脸上的屋子 然后与众心肠的叮嘱千惠要好好珍惜和爱人在一起的时光 因为在时间的长河里相聚只是暂时的 而分别才是永久的 但老板不会知道 千惠之所以选择在他这家破旧干洗店工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陪伴他这个没人照顾的孤管独居老人 千惠的善良和成熟早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身边人对他的了解 这晚千惠在丈夫下班回家时又扮演起了穿越的角色 他亲手为丈夫制作了来自蔚来的酒水饮料 原本以为这将是一个浪漫的夜晚 便对丈夫的厌烦妻子没有解释 而是拿起彩笔在纸上计算着他们还能在一起的时间 假设能活到80岁那他们能在一起的日子也就剩下41年 按天算还剩14965天 按小时算还剩下359160个小时 看着这一串数字 妻子感叹剩下的时间眨眼间都在一分一秒不停地减少 可丈夫还是没有意识到妻子的心理所想 反而问妻子对他还有没有感觉 妻子没有回答丈夫的问题 只是起身拉开窗帘对着夜空感叹了一句今晚的月色好美啊 显然身后的丈夫对妻子牛头不对马尾的回答并不满意 在他眼里现在的妻子就像是一个精神病 两人之间从来不会说甜蜜的情话 也没有了恋爱时的激情 此时丈夫心里担忧的已经不是纪念日那天 妻子会不会选择离他而去的问题 而是在心里琢磨自己还要不要继续跟这样奇怪的妻子生活下去 但他并没有开始摆烂这段感情 而是想要带着妻子出门游玩找回曾经的感觉 可偏偏就在这时妻子接到老家医院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的消息 于是丈夫陪着妻子立刻赶往医院 幸好父亲抢救及时才保住一命 在与父亲的聊天中 丈夫终于找到了妻子为什么总是装死的答案 千惠的母亲在千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父亲就开启了又当爹又当妈的生活 他一边开料理店赚钱养家一边照顾年幼的千惠 当时的千惠正是需要大人陪伴的年纪 可无奈父亲每次下班回家都已经是半夜 他没有时间陪千惠玩耍 也就只能在千惠睡着的时候为他盖上暖和的被子 然而生活的忙碌根本无法掩盖爱人离去留下的悲伤 父亲甚至无数次想过随爱人而去 千惠常常会在半夜被父亲的哭泣声吵醒 看着父亲对着母亲一向抽气的背影 年幼的千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父亲 于是他开始每天熬夜等父亲下班回家扮演各种角色 都父亲开心 就这样 原本想要亲生的父亲被千惠治愈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听了千惠小时候的故事丈夫恍然大悟 原来妻子之所以每天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准备的花样装死 竟然全都是为了斗工作一天疲惫的丈夫开心而已 而千惠之所以在婚礼当天许下那个不要丈夫先死的约点 是因为他在母亲去世那天亲身体会到了痛失所爱之人的感觉 也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悲痛欲绝 他明白对爱人无奈的思念不会被时间冲淡 只会慢慢钻进你的内心深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突然朝着你的心口开上一枪 那种忘不掉又见不到的感觉不言而语 直到这一刻丈夫才明白妻子有多害怕失去他 晚上回家后丈夫无意间翻开了妻子经常看的那本书 在书里他发现了妻子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月亮好美啊的莫名感叹 书中显示 作者夏木树时把我爱你羞涩地翻译成了月亮好美啊 丈夫终于明白 原来自己与妻子之间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当话 他曾以为妻子神经大条的莫名感叹 其实都是妻子对他深情的表白 三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天两人一起来到当年求婚的地方 然后丈夫对着妻子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 妻子满意地笑了 因为丈夫终于揣摩到了他心思里含蓄的爱意 丈夫一把将妻子揽入怀中 一阵微风吹过带走了他们之间所有的偏见和误误 直到最后妻子也没有亲口说出他为什么总是装死的原因 也许他只是为了能让下班疲惫的丈夫开心 也或许他装死是为了让丈夫提前适应没有他的日子吗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